谷坑乡是云林主要的产损地 为了推广在地的损料理以及竹工艺 乡公所及在地社区合作办理了一场祥损宴 并于日前盛大来开幕 而今年是第一次进驻到五星级饭店来举办 结合竹艺展览表演以及社区农场市集 让现场是热闹滚滚 众人一起拉绳启动装置象征谷坑竹损节开幕 谷坑乡为了推广在地的竹损产业 借由乡公所在地社区及饭店业者联合办理竹损料理办桌 享损宴 10号中午盛大开桌 农业部综合规划司长特别到谷坑攻向盛举 他相当看好谷坑多元的农特产 期待能透过六集化产业来提高价值 也肯定推广竹损的伴桌活动 谷坑不但从门口进来有咖啡 到了秋天有黄层层的鸡蛋柳丁 后来发现这个麻竹损 原来这个产业这么有趣 我们建议后面还有更好的加工 接下来还有体验 把六集的部分一起加起来 除了它的价格 我们希望它的价值再往上升 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期待 而且希望能够年年办继续办 谷坑乡长说除了笋之外 他们也推广竹子 希望透过活动让大家看到 谷坑竹损产业的魅力 会上云林县长张立善 以及许多爱好笋子料理的 立委县议员等也出席 肯定这次的活动之外 也都表示会大力推广谷坑的竹损 希望农业部要好好支持 谷坑乡的笋子产业 那除了是实用之外 其实足益也应该是我们要往后推广 未来的那个潮流 那欢迎大家 就来谷坑长嘴硬吧 云林县在竹损的部分 在谷坑乡大概占全县的八成 种植面积超过三千公顷 那我本身也是笋子的爱好者 因为笋子本身高纤维 而且低热量低卡路里 所以我想对于女性来讲 应该是非常棒的美颜盛品 台湾就是希望把我们的笋子的文化 笋子的这些三个都可以再度它提醒 在这里用心办将军要到52个都 明天才5个50个都 倒下100公里都啦 要让所有的笋子的料理 都可以拥有来参加 其实竹笋可以说是每个人的喜好 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吃竹笋 因为竹笋用不管什么笋 其实都可以做做很好的料理 推广竹笋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 那也希望说大家利用这两天的时间 多多来到我们云林县 来品尝我们最好的竹笋 伴桌的现场有外地来的游客 对会场外游社区展示的 谷坑特色主义品非常感兴趣 而在地的韬客则说 谷坑的竹笋真的很好吃 很多都是爱消育的 那笋子很难吃 你吃了国家的笋子 你会觉得是最好吃的笋子 国家的模特笋是最好吃的 比较多元化 那这是这边地方的特色嘛 还不错 很好 祥笋宴是今年 谷坑竹笋节的第一个活动 接下来8月25号 在大浦社区还会有竹笋农产品展示会 主办单位邀请民众一起到谷坑 吃笋子料理看竹艺作品 接着王河宣明县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 有点几乎 一本 的 感谢观看